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末代皇帝充满了非喜剧的人生道路中 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下 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溥仪一生极举传奇色彩 三次登基为皇帝 第一次是1908年 三岁的溥仪在太和殿登基为帝 第二次是1917年 张勋在北京复辟 并拥戴溥仪做了十天的皇帝 第三次是1932年 溥仪在日本人帮助下 成为满洲国的皇帝 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郭布罗宛容 1906年11月13日 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原府内 他长得娇美迷人 端庄贤静 一太万千 贵族气质彰显 于1922年12月1日 嫁给了末代皇帝溥仪 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1931年 文秀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妃子和溥仪的离婚风波 正式离婚并公告天下 后来溥仪抛弃了婉容 独自去了长春 复为溥仪和婉容 过布罗润席的合议 1962年4月21日 在可亲可敬的周总理撮和甲 李淑贤和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结婚 当时的李淑贤36岁 溥仪56岁 溥仪说道 1962年五一节 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李淑贤陪伴溥仪多年 他如此说道 溥仪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半时间 如果从相识那一天算起 就将近六整年了 我们有甜蜜的恋爱生活 幸福的婚姻生活和在病痛中 互相照顾的温暖而体贴的生活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